当我有已知两点座标的时候,我们怎样去计算他们的斜率呢? 在图里面,我们有两个已知点,A21,B45 如果我们想计算AB连线的斜率,我们可以利用以下的公式 M等于Y2-Y1,除以X2-X1 计算的时候,我们可以把A想成为X1-Y1,B想成为X2-Y2 将这两点的座标带回到算式相对的位置 之后我们就会得出以下的数式 5-1,除以4-2 我们留意一下,其实在斜率公式里面的分子 就是将2点的Y座标相减 5-1,从而得出2点的垂直距离 至于分母,就是将这2点的X座标相减 4-2,从而得出这2点的水平距离 将垂直距离,除回水平距离 我们就会得出这2点连线的斜率2 在今次的计算里面,我们分子分母都用了B的座标-A的座标 那究竟回转到回转的时候,计算的答案会不会一样呢? 那现在,我们就尝试再去计算多一次 我们重新计算过的时候 然後我們就把A的座標減回B的座標 而最後我們發覺計出來的結果都是2 所以哪一個點的座標減哪一個點的座標 的次序上是不會影響我們的答案的 不過我們要確保一個一樣東西 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在分子 是把A的Y座標減B的Y座標 我們計份母的時候 我們同樣要先寫A的X座標 再減B的X座標 然後我們確保這個次序上 上下是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計到一個正確的斜率 在我們看到A的X座標 有同樣的無紀 這是更偽厲害的 在什麼時候 說出的實力 還有Pret